感恩师父感恩父什么 后来我又做梦 刚开始我对这个心灵法 刚开始我向师父忏悔 刚开始我不相信 看图层的时候 我说这个是不是像那个心理想 是我向师父忏悔 我这样的话 我想那更多的事情 需要相信心灵法 这是真实的 我当时看师父的图层 我说这肯定是假的 肯定是事先排好的 不可能是那个时候当时 然后我也得做梦 梦见师父的法身 师父穿了金黄色的衣服 在天上 然后我就跪一拜 我就在梦里 我就拜师父 后来我就相信了 我就跟我的师兄说 我说心灵法 真实的 我师父真的是天上的菩萨 不是我在我做梦 梦境的 我说刚开始看图层 我还说这个图层是假的 后来就是师父到梦里 法身给我看 师父在天上 对不对 师父在空中 然后好多人拜拜 我也跪上了 拜师父 你现在知道吗 就好 因为 是的 后来我女儿 我也慢慢的 我女儿现在也念经了 我老公也念经 我们一家三口都在念经 太好 我也在许愿吃全素了 太好 去年的时候 师父 我的女儿 在学校里呢 同学 爸都不开心 她后来呢 我就许愿给女儿吃全素 女儿那个时候坐在佛台下 念经 她听了一个声音 跟我女儿说 她说孩子 你不要想不开 我想可能是菩萨妈妈 跟我女儿说的 她说妈妈都为你 许愿吃全素了 你还这样想不开 想不通 后来女儿说妈妈 我在念经 听的时候 听到一个声音 是我女儿 这样跟我讲的 我说宝宝 你一定要相信 这个是菩萨妈妈 来安慰你 那你一定要想得通 因为我女儿那个时候 她想翘楼 她就听了一个声音 说你跳下去 你跳下去 那是鬼 那是鬼的 后来我女儿 听到 又后来一个声音 跟我女儿说 她说孩子 你不要想不通 妈妈 看为你都已经吃全素了 你还 就不能想不通 跟我女儿 现在也相信 太好了 她真的太好了 她感受不了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我觉得我女儿 她就是一直 像打师傅的电话 然后呢 她现在就中考 在上海中考 她现在就 也不知道靠哪个学校 她有三个意义 一个是在我们当地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两个学校 都是外吃线的 我想问一下 问你 是靠我们本县的好 还是高中好 还是靠我们外吃线的 高中比较好 你先把它弄到 在身边吧 身边比较好 就是在自己的 本县里面的 哦 本县呢 他是有点不开心 因为他觉得 我们这个小学 就是本学校的小孩 就是住在本学 他就是想脱离这个环境 因为你要 因为你要记住啊 脱离这个环境的话 你要知道 你帮了孩子 脱离环境之后 他没人管他了 不念经了 以后 这孩子变了个人 你都不知道 对的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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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感恩 我今天让他听录音 你现在知道 因为他以后 出去的之后 他交到不好的朋友 吃喝玩乐 然后慢慢 人会变掉的 然后他自己会更痛苦 而且他过去有过 这方面的经历 忧郁啊 难过啊 他在妈妈身边 有什么苦啊 难呢 他可以跟妈妈 可以跟妈妈交流 回来跟妈妈诉说 他在那里 没人讲的 万一出点什么事情 你怎么管啊 你是把孩子 有很多人就是 从农村里 把孩子送到大城市啊 结果自己去看孩子的时候 孩子根本不认他 对不对啊 好的感恩 我听师父的 后来一无所有啊 而且后来 在海外跳楼都有啊 听得懂吗 师父 你帮我 你要开始一下 我今天他好好地听录音 他最近很纠结 很郁闷 他老想到 以前同学 对他的伤害 他一直想不通 我这个孩子 我说只要你善良 只要你说的 对我们相信菩萨妈妈 我们只要有善念 一善解百摘嘛 我说我们只要不做 对不起人家的事情 我说菩萨妈妈 会保护你的 他是知道的 但是他每次 看到那些生命的 伤害他的同学 他早就想不开 说妈妈 我知道的道理 但是我经济不高 我就想不通 你先问他 你说财长爷爷说了 财长爷爷说了 那么首先在哪个学校里没有被人家欺负过的同学有吗 他们那些同学相互都是欺负来欺负过去的 对不对啊 他欺负你的同学他也被人家欺负过 对不对啊 当然他不应该来欺负你 但是这是在学校没有办法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 他跟他前世的冤结有关系 今世能够做同学 对我也这么跟孩子说 对不对啊 你跟他讲孩子啊 对不对 你从小到这么大 你有没有欺负过人 他可以说 我不经常的 我偶然的也会有时候 有时候有意伤害 无意伤害都会有 那么要学会原谅别人 对不对啊 对 因为你叫他想一想 十年之后 二十年之后 你又不跟他们在一起 你到时候 同学会他来找你了 你到时候 你说不定还想跟他们 不让你去录音 对不对啊 你跟他说 十年之后 二十年之后 哪会有现在这种想法 自己各奔前程啊 对不对啊 对 好了 师父 我还感恩师父 我们家福台 就帮我们 看看我们家的福台 好不好 你好好地修了 蛮好的 福山有来过吗 有啊 不就你的话 你女儿跟你能这么好啊 你能这么快信佛啊 你看看你 还绑佛 你还对师父 还这个样子 对 我以前恨于事 我说肯定是假的 后来师父叫梦里 让我看 我是真实的 我正常为 现在像师父 常为 像菩萨妈妈 现在知道了 一个人 一个人不能乱讲话的 你没看见过的事情 你不能先说 不能说 不能先说 人家不假的呀 对不对啊 嗯 你没碰到过呀 菩萨这么辛苦 观世音菩萨来救你们 你们能说观世音菩萨假的吗 对不对啊 嗯 是的 嗯 我还做梦的菩萨 就冒精光啊 我相信我确实自身自存在 还有 之后你要跟我一起看图上的时候 晚上他梦里 他还不是晚上 他写作业 他说妈妈 出来跟我说 妈妈 我梦的台长是爷爷了 我才爷爷跟他说什么呢 他说台长爷爷 跟不知道真的还假的 他说 我好像是一个意念 好像 他让爷爷跟我讲 他说 你还算是个好孩子 就是说数学不好 我说真的假的 我说不可能的吧 你他 第一次看图上 我说爷爷怎么会到你 跟你讲话 这是真的吗 我不知道你要讲的是 真的是假的 嗯 当然是真的 台长的法 台长的法生是最厉害的 是那种吗 对 他孩子 他说妈妈 我就心疼爷爷 他说 我当时就是一个意念 爷爷这么累 他帮这么多人看图上 那么累 他说 那后来我说 你别看了 我说你赶紧写作业 那个时候八点多了 作业还没写完 我说你赶紧写作业 他就关到房间 就写作业 不到一会儿 就出来跟我讲了 他说妈妈 我感觉像爷爷跟我讲话的 我说真的假的呀 我说哪有这么 真的这么多的事情啊 你再看第一次图上 是怎么就 爷爷跟你讲话了 你现在知道了吗 所以师父很辛苦啊 不但要救全世界的 妈妈也有好辛苦 所以我你要不开心 回答他 就把手机打开听 他听师父在录音 妈妈 你把录音的音笔打开 我要听 我知道他每次要听 我就知道 肯定在学校不开心了 但他不开心 知道听 他听师父的声音 妈妈我就想通了 对了 好好地修啊 好吗 嗯 好的